工人使用推子熟练地将绵羊推得一丝不挂 而这些羊毛是制作网球的原料 那么如何用羊毛制作网球呢 首先工人在橡胶树上割出一个口子 这些乳白色的液体就是制作网球内胆的天然橡胶 这种东南亚橡胶树加工出来的橡胶 不仅柔软有粘性 弹性也比普通橡胶树要高 经过一系列的硫化和化学处理后 橡胶逐渐变得硬化 随后工人将其放进模具内 以150度的高温烘烤三分钟 让其塑形成半球状 接着工人将半球状的橡胶涂抹上胶水 使用机器将两个半球状密封在一起 网球的内胆就制作完成了 但是此时橡胶球弹性太大 弹跳力过高 所以还需要用柔软的东西包裹一层外壳 农户使用推子将羊毛从绵羊身上推下 一只羊就可以剔下5公斤重的羊毛 将羊毛清洗干净后与尼龙混合在一起 制作出这种轻盈的绒毛 之后这些绒毛会被送进梳理机内 被梳理成纤薄的纤维层 制作网球的第一步 就需要把纤维层制作成粗砂 但是现在的粗砂非常的脆弱 几乎一碰就断 所以工人会将这些粗砂转移到另一台碾线机上 将几股粗砂碾成一股更加坚韧的砂线 之后编织机将这些砂线编织到一起 制作成这种毛毡 由于毛毡的表面过于光滑 如果直接用于制作网球的外壳 会导致摩擦力变低 所以工厂使用带有倒钩的滚筒 让毛毡从上面滚过 就像用钢丝球摩擦你的毛衣一样 让毛毡的表面变得蓬松 为了让观众看清网球的运动轨迹 他们把毛毡浸泡在染料中三个半小时 将其染成绿色 接着把绿色的毛毡切出花生的形状 并将两块花生包裹住网球的内核 最后使用剪刀修剪掉边缘的毛边 这样一个网球就制作好了 那么网球到底是黄色的还是绿色的呢